一次路面检查中 民警发现一名货车司机的驾驶证有问题 后期呢我们仔细的辨别一下呢 这个字体呢 照比我们正常这个就是驾驶车系统之二的 就是管管部下发这个字体呢 稍微小一圈 小点 所以这别扭 这个驾驶车系统之二啊 他呢丢了 随后呢他就在这个水源 一复印部 这个进行捉了一套这个假证 大石桥市水源镇 这家复印社的名字 民警在检查中已经不止一次听到 我们在2018年12月17日 我们到复印部进行墨牌 正好在侦查 恰巧在侦查员进入复印部的时候 有人正在复印部内购买假证 在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后 民警决定对复印社老板王某进行抓捕 在复印部内部臭地里 还有其他位置 比较隐蔽的地方 搜出了好几本 那个假的证件 里面有结婚证 有机动所驾驶证 从业人员质证 等相关证件 在王某的车里 发现了三十三枚刻好的阴障 其中有一枚阴障 是大石桥市水源镇派出所阴障 据王某交代 当有人需要制作假证时 他只是将需要制作的证件信息填好 发给上家 再由上家将制作好的证件发回来 每个证 王某能挣一百元 别看复印部不大 王某的生意却很红火 复印贤人王某 因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 依法被刑事拘留 现在这件案子正来进一步侦查追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